我是王冠的主編許婷婷 今天的主編開講要為大家介紹的一本書 是馬奎斯的《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 這本書是馬奎斯生前最後一本長篇的小說 那這也是他第一次在台灣出版 那這本書被認為是馬奎斯的作品裡面呢 跟《愛在瘟疫蔓延時》跟百年孤寂 並列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創作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它是在講一個神父跟一個女孩 他們彼此相愛的故事 這個女孩呢 她叫做西娃 那她很特別的是 她並不受到她的爸爸媽媽的關注跟寵愛 她在家裡呢 被放逐到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 那她的語言呢 沒有人能夠聽得懂 那她也每天呢 就是漫天漫地的說謊 口無遮攔的說謊 她像是要用謊言呢 抵禦她在這個世界受到的一些惡意 那在西娃十二歲生日的時候呢 她被一隻惡犬咬傷了 在她的腳下留下了疤痕 然後呢 她就被認為是這個被惡魔附身 那在當時的這個封閉的這個時代裡面呢 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小女孩她發瘋了 那她的父親呢 因為終究受不了左鄰右舍還有身邊的人的這一些 充滿敵意的或是充滿懷疑的眼光 所以她就把她的女兒西娃送到修道院裡面 然後去參加了一個驅魔的儀式 那西娃呢 也是在這個修道院裡面遇見的這個神父 然後兩個人進一步相愛 小說裡面呢 創造了一個非常魔幻的一個場景 一個情節 在講這個神父跟西娃 這也是這本書裡面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段落 小說裡面說到神父跟西娃 他們兩個人做了相同的夢 那這個夢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夢到一扇窗戶 那這個窗戶外面有一大片 就是不見盡頭的荒原 然後被白雪覆蓋著 那窗戶內呢 有一個女孩子她就坐在窗前 然後她就一邊看著外面的雪景 然後一邊吃著金色的葡萄 她膝蓋上面放著葡萄 然後她一顆接一顆的吃 但是她每吃一顆呢 窗外的這個藤蔓上面就會長出一顆 然後她不疾不徐的吃 吃了好多好多年 那她也看起來一點都不著急 因為她知道 當她吃了最後一顆 她就是迎接這個死亡的來臉 那兩個人都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夢 這是非常故事裡面非常魔幻寫實的一個橋段 那如果說 同樣是馬奎斯的作品 如果說百年孤寂呢 她是以一個詛咒般的 連綿在這個家族裡面 非常多代的這個死亡 來寫一個愛情的永恆 那關於愛與其他惡魔呢 就是用這個神父跟這個女孩 他們之間炙熱的愛與激情 來寫一個毀滅般的死亡 我們在看百年孤寂的時候 我們都很難忘記這個故事開篇的第一個句子喔 第一個句子說 許多年後 普恩蒂亞上校在面對執行槍決部隊的那一刻 一起的父親帶他見識冰塊的那個謠約的午後 那在這一本書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呢 如果你看了這本書 你一定無法忘記它最後的一個句子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耐人尋味 這一本馬奎斯的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 推薦給大家 5月29日這天 他在奄奄一席中 又夢見那扇窗戶 外頭是一片白雪覆蓋的原野 卡耶塔諾德勞拉不在那裡 也永遠不會再出現在那裡 他的膝上有一串金色葡萄 只要吃掉就馬上長出新的 但是這一次 他不是一顆一顆拔下 而是兩顆接著兩顆拔下 他幾乎不呼吸 即可的想吃掉藤上的最後一顆葡萄 當守衛修女進來牢房 要替他準備第六場驅魔儀式時 卻發現他在愛情的擁抱下死在床上 他的雙眼發出光芒 皮膚宛若心生一般細嫩 他剃光的腦袋長出大量的頭髮 就像是泡泡一樣冒出來 越長越長 就像是泡泡一樣冒出來的 就像是泡泡一樣